当国家对于卢干斯克以及顿涅茨克等地区计划举行入额公投 也表达了强烈的反对 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伯雷利就指出公投的结果 是不会得到欧盟以及其成员国的认可 同一个时间点参与公投的人将会被追究责任 欧盟并考虑要对俄罗斯采取更多的制裁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提到了 这项公投是违法的 也呼吁国际社会谴责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以及加强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美国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他说即使公投最后过关了 美国也永远不会承认这些地区领土属于任何乌克兰以外的国家